欢迎大家来到冰分娱乐秀 我们的歌《情深深组合》获得冠军 相信大多数的观众都觉得实至名归吧 说起来这档节目里给大家留下最多印象深刻合作的也确实是他们 我听得最多的是这一首《天下有情人》 一个鲜小灵动用高音裹着吉他和弦乐穿云直入 渗出飘渺仙气 一个成熟老练靠技巧在古典和贝斯之间仗剑而行 当初一股被岁月争主过的甲气 仙气与侠气交汇 金勇笔下的刀光剑影儿女情长 仿佛再一次的跃然于耳畔 无悔的爱 有汉的别离都直入人心 翻唱年度爆款《野狼Disco》是另一种模式的惊喜 在这首歌里 他们一改令听众们习以为常的悲情气质 将李克勤创作的港产热单《红日》 与这一首新进的爆红的作品进行了一次跨时代的混搭 以录音室级别的声色重新演绎 缘取直论可爱的铁味有所消减 但依旧洗脑 而作品传递的复古情怀则进一步被凸显 而在总决赛的当晚 周深和李克勤表演了三段作品 同样没令听众失望 翻唱邓紫棋的画 是一首带着甜美气息的开胃小点 虽然难度不算大 但曼妙的和声如鲜音缭绕 让歌里蕴含的话译诗情都飘飘然的来到了人间 《国语流行之后》是一首粤语经典《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这是一首关于婚约 关于姓名交融的作品 最回肠荡气之时啊 可以用你的名字和我的姓氏成就这段故事 如果要说何谓爱情 定是跟你动荡时闲话着事情 和你走过无限旅程 就是到天荒发白 以爱到年轻 作词人灵犀 用温柔的笔触将时光的意识和情感的俊勇 人间的动荡不安和情人心中的岁月静好 都放在了同一首歌里彼此碰撞 却撞出了一种划不开的深情和浪漫 而周深和李克勤不同质感的音色交叠 真有种此生不患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契合感 最令人惊喜的是 他们带来了一首有情深深合唱的全新作品 不见不散 虽然旋律听起来小小规整 温情默默 但作品传递出的却是大气洒脱的爱情观 不见就散 爱情从来不是等价交换 爱一个人不是收藏一个恶性循环 周深像一个尚未走出情商的年轻人 用纤细的音色 把那种悲伤难舍的脆弱情绪一一导出 而李克勤像一个久变成良衣的老大哥 拍拍他的肩膀寻寻善友 这样一首过来人与当局者的对话 肯定不是什么回春妙药 没办法一瞬间抚平你心底的伤口 但听完一遍竟然有一种被读懂了的感觉 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情商 但如果有一首歌让你觉得他懂我 那么这首歌对你来说呀 就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秦深深的精彩合唱不止如此 从初见时的追到后来的月瓣小夜曲 心如刀割那片海另一种相仇 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惊喜 不只是待机之间的碰撞 还有不同音色不同语言形式产生的奇妙包容性 一期节目才12期 我实在是听不够 但愿以后还有机会听见他们的合作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